大家好,我们来看112学年度分科测验生物科第一部分实验题29到35题 那么这一段是快速解题不解释,看有没有可能能够一眼看出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29题 小鹰在富士小镜下观察动物组织播片 视眼中观察到少量细胞散布于大量的细胞外积植中 那这个排列疏松富含细胞兼质 或者现在细胞兼质喜欢讲细胞外积植 这个是结地组织的特征,这个要记得,因为等一下会问 下列相关叙述哪些正确A选项 小鹰想把视野右上角A细胞移至视野中央观察 他应将波片往左下方移动,错 因为在富士显环境当中的话 他是上下相反左右点倒 所以你看到他在右上角,其实他是在左下角 那你要把左下角的东西拉到视野正中央 所以你要往右上角的方向移动 我想这个大家国中应该就知道 他在哪儿就往哪儿移动才会到视野的正中央 再看一下B选项 由于视野中细胞数量稀少 若小鹰想看较多的细胞 那么放大倍率要下降 放大倍率下降才能够看到比较多 放大倍率提升你会看到比较大 但是细胞的数量就会比较少 所以他应该转换成较低倍的物镜 比较低的放大倍率才能够看到比较多的细胞 所以这个选项也错 但10倍物镜下A细胞的最大直径 约为目镜测围器的三小格长度 若于40倍物镜下则约为12小格的长度 那我们这边的话显微测量 目镜测围器它是放在接目镜里面 也就是在接物镜的上方 所以它并没有被接物镜放大 因此呢你就算去把它从10倍转到40倍 你从低倍转到高倍 视野下观察的样本放大了 但是目镜测围器的刻度没有改变 所以目镜测围器的刻度没有改变 可是视野却被放大了 所以它原本占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它被放大了 所以它占的格数就多了 那多多少 因为从10倍到40倍是多了4倍 所以呢目镜测围器的刻度没有被放大 因为它在这个接物镜的上方 而这个样本在接物镜下方 所以它有被接物镜放大 那从10倍到40倍 所以东西被放大了4倍 所以呢在我们讲的这个目镜测围器的刻度不变 为什么不变 因为它在接物镜上方 我是换一个角度啦 我们当然可以在那边跟你算啊 多少啊多少啊 乘一几啊 乘出来的数量要是一样啊 我觉得我讲的这个观念是一个 在紧张跟有时候混乱的状况之下 比较好想起来的一种方法 就是目镜测围器在接物镜上方 并没有被放大 所以它看起来不会改变 那但是呢 在显围镜下 在物镜下的这个样本会被放大 所以呢它原本占三格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它被放大了 所以它看起来就会变得占比较多格 所以呢就变成多少 差了四倍 所以四三十二 我希望我这样解释大家能够理解 不过我们是快速解释了 不要讲这么多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一选项 该组织与脂肪硬骨软骨和血液等组织 同属于结地组织这个选项是对的 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 排列疏松 富含细胞兼质 然后接下来 该组织多分布于口腔黏膜表面 以保护口腔 这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 它是结地组织 那么口腔黏膜表面 这个是上皮组织 或叫做皮膜组织 那上皮组织跟皮膜组织 是排列紧密的 它不是这种排列疏松 而且呢 上皮组织彼此之间 没有大量的明显的细胞外积质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那因为在显围镜下 我们观察 口腔黏膜细胞 它是被我们刮下来 然后再洗在生理食盐水 所以大家呢 做实验的印象都会觉得 好像植物的表皮在排列紧密 那我们口腔表皮就是散散的 其实没有 它是被你刮下来了 所以才会看起来是那样散散的 不然的话 口腔皮膜 它是属于上皮组织 它是排列紧密的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三十题 某生影显微镜观察 植物组织细胞 并比较有无加点益的变化 图刺为一种植物组织切片 左图为未加点益 右图则是加了点益后 组织变成蓝黑色 这个好像不需要放图 它都已经跟你讲了 不过没关系 至少图能够告诉我们 是整个细胞全都变成蓝黑色 表示这细胞里面全都是淀粉 还记得吗 点益是染淀粉的 淀粉会被点益染成蓝黑色 根据上述结果 该生所观察的可能为 下一种组织细胞 这个组织细胞里面充满了淀粉 那淀粉对植物来说 是一种储存性多糖 所以它是有储存功能的细胞 所以从这个选项来看 这么多选项来看的话 薄壁细胞 表皮细胞 木植布细胞 跟形成层细胞 不要被前面骗了 因为前面的 马铃薯块筋 干薯块筋 甜菜储藏 跟甘蔗储藏 这全都会储藏养分 那当然 大概甘蔗储藏的主要是蔗糖 其他都是储存淀粉 没错 但是 你要看到是它的什么细胞 所以呢 会储存养分 主要是薄壁细胞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薄壁细胞 表皮不是储存养分的 木植布是死细胞 更不可能 形成层细胞很快就分裂掉了 里面也不会 有机会 而且也不会这样子 一大片的是形成层细胞 所以呢 这个选项才是对的 来我们看31题 31、32题为题主题 采取测试者X和测试者Y 两位同学的协议后 分别与含有抗体A与抗体B 容易反应 拧极反应结果如表3 那这一题的话 你就要知道 拧极反应结果是什么意思 这个打一根减的 就是没有反应 没有拧极 打了加的 就是有反应 有拧极 什么状况之下会拧极 这边是抗体A 它就会跟抗原A拧极 这边是抗体B 它就会跟抗原B拧极 而我们的血型 就是由红解9表面抗原在决定的 所以呢 如果说红解9表面 只有A抗原 它就是A型 只有B抗原 就是B型 AB抗原都有 就是AB A抗原跟B抗原都有 没有一种抗原叫AB抗原 刚刚怕我念太快 大家误会了 A抗原也有 B抗原也有 就是AB型 都没有 就是O型 所以从这来看 我们看到测试者X 它抗体A没有拧极 抗体B也没有拧极 表示它没有A抗原 也没有B抗原 所以它是O型 那么测试者Y的话 它的抗体A没有拧极 表示它没有A抗原 但是抗体B有拧极 表示它有B抗原 没有A抗原 有B抗原 就是B型 所以它就是X是O型 那么Y是B型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三十二题 来又另外一个测试者 这个S的血浆 那这个要记得 这个是血浆 因为我们血型是由红血球表面抗原在决定的 那你红血球有什么抗原 你血浆当中就不会有这个抗体 不然你就会自己跟自己拧极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是A型 我的红血球表面只有A抗原 我的血浆里面就不会有A抗体 可是我是A型 就表示我红血球表面没有B抗原 所以我的血浆里面就会有B抗体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是B型 红血球表面没有A抗原 只有B抗原 所以我的血浆当中 就不会有B抗体 就只会有A抗体 那我是AB型 我A抗原有 B抗原也有 所以我的血浆就没有抗体 没有A抗体也没有B抗体 当然我们不管是讲A抗体 B抗体 抗体A抗体B B抗原 抗原B都可以 那如果我红血球表面 都没有抗原 那么我就是O型 可是我的血浆当中 就两种抗体都会有 所以这个要记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将测试者S的血浆 跟X跟Y反应 皆无拟极 那我们就会发现 刚刚是不是已经说 这个测试者S是O型 O型就表示 红血球表面都没有抗原 没有 我们现在讲的是AB型 也就是A抗原跟B抗原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完全没有提供线索 因为你测试者S的血浆里面 不管有什么都没有 因为测试者X 它的红血球表面是 它是O型 它是没有A抗原 没有B抗原的 所以就算你这边有抗体 它没有抗原 也不会宁极 所以呢 只有Y能够提供线索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 Y它其实是什么 Y其实它是B型 对不对 Y是B型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它红血球表面是有B抗原的 它红血球表面有B抗原 结果测试者S的血浆 加下去之后 也没有宁极 那表示什么 表示测试者S 它的血浆当中 没有B抗体 它没有抗体B 所以它的血浆 跟B型的血放在一起 不会混合 所以表示它没有抗体B 那它的血浆 没有抗体B表示什么 表示它的红血球上面有抗原B 那么红血球表面有抗原B的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就是B型 再不然就是AB型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赶快再往下看 33 34题为题主题 那么这一题有点过分 虽然说新克钢 有些版本有提到 但是因为这个发酵管买起来很贵 很贵 三四年前我们第一届 108克钢 因为我连带了第一届跟第二届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要买 那时候一支一千多块 那现在我查了 好像有一些四五百块就可以买到 那但是还是很贵 所以考这个很过分 因为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做这个实验 都有这个设备 好来我们看一下 某生先准备酵母菌与糖水 再利用涂五支发酵管 进行酵母菌对糖类发酵是观测 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看一下33题 下列对于实验过程的说明 何者正确A选项 将酵母菌与糖水分别加入此发酵管 后需充分摇晃 以让两者混合均匀 不对 你要自己先把它混合好再加进去 因为它的管子长这样 你要把两者分别 然后还要充分摇晃 这个很难做到 而且这个东西很容易断掉 所以呢 这个是不会这样子的 你要先把东西都混好 再把它加进去 不能够加进去 然后再期望它能够充分摇晃 均匀混合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然后接下混合液体只能加到黑色箭头标记处 以清楚观测产器 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 我们在加的时候 这个要有一点弯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混合好的液体加进去 然后要慢慢的让这个液体留到这整根是满的 这整根满 它装好之后你会觉得很关 因为你整根平的 然后倒进去满完之后把它立起来 它不会流出来 它会停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是一直倒 倒到这个直管这边是满的 然后再继续倒 让它到这个弯管这边的一半 二分之一处 所以它这边说只加到黑色箭头标记 这个是错的 然后我就全部加满 接下来它会发酵 酵母菌是酒精发酵 那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往上飘 就会把气体挤下来 所以这边原本都是液体满满的 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液体就会往下 上面就是充满了气体 但主要是二氧化碳 它上面有刻度你就可以知道 它产生了多少的气体 所以发酵管主要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一下C选项 所以这个时候在混合液表面 因为整个液体都会发酵 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因为你有混合均匀 都有酵母菌 那只是说表面你就会看到 它慢慢的出来 那就会有泡泡 那里面是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 太快了 这个选项是对的 然后另外的话 白色箭头处 塞入不可通气的橡皮塞 千万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它发酵之后 这是唯一跟外界通的地方 你把它塞住 那它一直发酵 一直产生二氧化碳 怎么办 你要它爆炸 或者要把塞子冲破 冲开 所以我们通常 你这样做好 就放着 不要理它 不一定要塞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塞 千万记得要放会通气的东西 例如说用个棉花 甚至如果不方便 用个卫生纸 或者用个软木塞 其实用软木塞 就已经很危险了 大部分的状况之下 是可以不用塞它的啦 是可以不用塞它 因为我们这边的 发酵的量 然后能够在这边观察到 就已经很多了 而且大家都用一样的标准 可以比较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只有C选项是对的 要记得 它是二氧化碳 它是酒精发酵 因为下一题会卡 看一下34题 某生在正确配置后 开始进行甲乙丙三组的发酵实验 结果如图六所示 下一续说了就正确 A选项 若甲组PH值为7 7已经是很好的发酵状况 可是它的气体产生量这么少 然后接下来 那乙组可能 乙组PH值 它掉一个字 然后不能只写PH PH value 那PH值是7 那乙组PH值可能是3 可是乙的发酵状况比较好 所以这个选项错 为什么 因为PH值3太酸了 这个状况不好 PH值7相调于PH值3 PH值7是比较好的状况 所以应该如果真的甲是PH7 那么乙是PH值3的话 那应该甲比较高才对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然后接下来 如果甲组跟丙组 然后呢 相同浓度且相同种类的糖水 那丙组的反应温度可能75度C 那丙的这个相对气体产生量是最高的 表示是一个非常好的发酵状态 那一般来说75度C已经温度太高了 这样子不行 所以通常75度C是高温组 这个气体产生量是不会这么高的 是不会这么高 所以这个选项也错 然后接下来 若乙组与丙组加入未知浓度等体积同种类的糖水 那也就是体积相同 种类相同 那只是浓度不同 那乙跟丙的话 写的浓度怎么样 你就可以看到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状况之下 丙的发酵的结果比较好 因为它相对气体产生量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应该使它浓度比较高 然后呢 乙的浓度比较低 所以这个选项看起来是对的 那第一选项就回到上一题 我们是不是说 它会有二氧化碳的泡沫 它这个酵母菌的发酵是酒精发酵 所以他这边说 本实验主要是观测 酵母菌的乳酸发酵作用 那就错了 酵母菌是酒精发酵 而且酒精发酵才会产生二氧化碳 乳酸发酵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 35题进行花与果实多样性的探导活动时 学生们对如图漆的花朵进行观察 切换选项为不同学生的观察 心得或者正确A选项 此花为辐射对称 那这个的话 虽然说你可以讲五角形 可以有五个对称线 可是呢 这是属于两侧对称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半花半不一样 所以你要这样子切才可以 所以它是属于两侧对称 然后接下来 此花有多个雄蕊 叫可能为枫梅花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你看到很明显的花瓣 它其实就不会是枫梅花了 因为呢 你又大又漂亮又香 这种都是吸引动物来的 你靠风吹着不需要 什么花鳄啊 花瓣啊 这些花罐啊 蜜线啊 这都不需要 就靠风吹就好了 所以这一边 你不能说因为它多个雄蕊 因为大部分的花都是多个雄蕊 所以不是因为这样就判断 它是不是枫梅花 然后另外的话 此花的雌蕊叫雄蕊草 它这边是不是有故意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就这一根凸在这边 这个是雌蕊 旁边这很多也是雄蕊 那你说雌蕊叫雄蕊草 叫可能为自花瓣粉 这个就不对了 基本上它花很明显 就是靠虫来传播 靠虫来传播就通常会是溢花瓣粉 那另外的话呢 你今天如果说真的是自花瓣粉的话 你的雄蕊凸到外面来 那是不是增加碰到外面 起到花粉的几率 所以呢通常这样子 雌蕊比较长而且又生出来 通常它就是溢花瓣粉 那最经典的自花瓣粉是什么 就是像孟德尔啊 豌豆啊 它不是花瓣会把花蕊包起来吗 孟德尔做实验 还要趁它还没成熟 把它偷偷翻开 悄悄的翻开 然后把它的雄蕊剪掉 这样它自己的花粉就不会成熟 不会掉进去 然后花瓣包着 外面的又进不来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呢 这边来看到也不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到第一选项 此花具有漂亮的斑纹 当然我们刚刚就说了 基本上花这么大朵 花瓣这么明显 就已经是虫梅花了 就是吸引动物的 再加上又有特殊的斑纹 那这个不可能是给风看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因为这个条件 所以它可能是虫梅花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好 那么以上就是带大家看 112选年度分科测验生物科 第一部分实验题 29到35题 希望这样讲解 对大家有帮助咯 对大家看